这个皮脆多汁的鸡排可是我师父当初手把手教我的 那么怎么做才能皮脆 怎么做才能饱寒之水 怎么做才能入口不腻呢 今天就一步步全教给大家 包你在家里制作一次成功 咱们在去骨鸡腿上撒一层薄盐 抽断鸡皮防止它过度收缩 撒一层低筋面粉可以更好的锁住水分 开大火将锅烧热 然后改成中小火 少油开始煎鸡排 一定要鸡皮一面先煎 咱们先让鸡皮一面煎至定型以后再翻面 从技术上说不能来回反正煎 煎好一面再翻面 想要鸡排变脆就一定要这样做 鸡排整体都煎至金黄以后 先要出锅分段 听着声音 鸡皮已经非常脆了 但是鸡肉中心还没有熟透 所以咱们要把鸡排重新回锅 这次只煎带肉的一面 这里再说一下锅要干净 不用放油 撒上些黑胡椒 回锅复煎不仅要让鸡肉内部熟透 最主要可以煎出更多的鸡肉本身油脂 这样才能入口不腻 出锅时淋上些柠檬汁 酱汁可以随意搭配 今天用的番茄沙丝和沙拉酱 非常的好吃